煮飯到一半突然天降石頭要加菜 抬頭一看廚房天花板裂開 裡面瓷磚石塊清晰可見 就怕垮下來緊急用繩子稍微固定 但不僅廚房房間也是危機重重 安心睡覺成了奢侈的願望 高齡七十五歲的皇嫲和八十歲的先生 兩人住在台北萬華老宅大半輩子 零四零三強震加倍震出問題 被驗出是海沙屋 零四零三強震導致不少房屋受損 外牆剝落等問題 此專語成了另類的行人地獄 專家提醒買房時除了注意外牆狀況 第二避免買到重新拉皮過的老屋 以及一樓為店面的公寓和違法夾成屋 若居住後外牆修復需要拉皮 以新北板橋大廈來看三十六戶可補助九百四十萬 一戶支付四十多萬元 而臺北市五層樓公寓每戶則約一百萬 在整建委戶裡面有關在立面修繕的一個 老屋拉皮的部分 其實目前的政策來講最高補助的一個比例可以來到百分之五十 那最高上限的金額從過去的一千萬可以來到一千兩百萬 不僅外牆拉皮有補助 零四零三鎮災受災戶也有住宅補助方案 若是被貼上紅黃單或是耐震度總分超過四十五分 可向政府申請盡早修繕才能住得安心 三令新聞綜合報道